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与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其第9届特殊奥拉帕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 并在大会上通报香港赛区的筹办情况 由粤港澳三地承办的15运会 明年11月9日至21日举行 香港承办其中8个竞赛项目和一个群众赛事活动 而残特奥会就在明年12月8日至15日举行 香港承办其中5个项目 成立大会之后 李家超和国家体育总局、粤澳政府等官员 共同为两个组委会揭牌